杨继绳 天地翻覆 中国文化大革命史 第24章 批林整风 批左还是批右 第二节 批林整风汇报会 林彪事件以后 九大确定的五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只剩下毛周二人 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常委会碰头会的政治局成员也减少了一半 毛不得不更加依靠周恩来支撑局面 周恩来处在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地位 周是支持毛搞文革的 帮助毛铲除刘少奇之后 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搞经济建设 作为国务院总理 无政府状态给政府工作造成的困难 他有着切肤之痛 周恩来成了被打倒的官僚们的靠山 成了期待恢复秩序的人们的希望 在治国方面 毛离不开周恩来 但是不相信周恩来 面对文革有可能被否定的时刻 毛对于周更不放心 毛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受了风寒 病情恶化 由肺炎转为肺心病 1972年2月12日沉 突然休克 晨二时周恩来赶到 经过抢救 苏醒 毛对周说 我不行了 全靠你了 周立刻回答 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 还是要靠主席 毛摇摇头说 不行了 我不行了 我死以后 事情全由你来办 毛又说 就这样定了 你们去吧 毛估计自己来日无多 无可奈何地向周恩来交班 但他不相信周恩来能实现他的遗愿 他身体一度好转过来 更加深了对周的猜忌 1972年5月3日 毛向周提出要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 当天 周恩来召开政治局会议 讨论了毛的这一提议 5月6日 中共中央下达了 经过毛同意的 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的通知 批林整风汇报会 于5月21日到6月23日 在北京召开 与会者共312人 这次会的主要内容是 揭发批判林彪 按毛的意图解释林彪事件 挽回林彪事件的负面影响 为了证明毛对林彪早有察觉 会上印发了1966年7月8日 毛给江青的信 这封信全文如下 江青 6月29日的信收到 你还是照着魏陈二同志的意见 在那儿住一阵为好 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 见后行旨再告诉你 自6月15日离开武林以后 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 消息不大灵通 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 已有十天了 每天看材料 都是很有信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智 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 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 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 中央催着要发 我准备同意发下去 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 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 过去还没有过 他的一些提法 我总感觉不安 我历来不相信 我那几本小书 有那么大的神通 现在惊他一吹 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 真是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 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 看来不同意他不行了 在重大问题上 违心地同意别人 在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 这叫做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晋朝人软急反对刘邦 他从洛阳走到城高 叹道 事无英雄 随时数字成名 鲁迅曾经对他的杂文 说过同样的话 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我喜欢他那样的坦率 他说解剖自己 往往言语解剖别人 在跌了几交之后 我意往往如此 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 我是自信 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 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水积三千里 可见神气十足了 但又不很自信 总觉得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 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 但也不是折中主义 在我的身上 有些虎气是为主 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我曾举了厚汉人李顾 写给黄穷信中的几句话 摇摇者一折 脚脚者一乌 阳春白雪 贺之者寡 盛名之下 其时难赴 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 读过这几句 人贵有自知之明 今年四月杭州会议 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 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 可是有什么用呢 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 还是那样讲 报刊上讲得更凶 简直吹得神乎其神 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 我猜他们的本意 为了打鬼 借助中奎 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当了共产党的中奎了 事务总是要走向反面的 吹得越高 跌得越重 我是准备跌得粉身碎骨的 那也没什么要紧 物质不灭 不过粉碎罢了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 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 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 何况我们呢 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 缺点和错误 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很多次 你还记得吧 四月在上海还讲过 以上写的 颇有点近乎黑话 有些反党分子 不正是这样说的吗 但他们是要整个 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 我则只说 对于我所起的作用 总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 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 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 都是那么说的 公开说就给他们泼了冷水 帮助了右派 而现在的任务 是要在全党全国 基本上打倒右派 不可能全部打倒 而且在七八年以后 还要再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 而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 现在不能公开 什么时候能公开 也说不定 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 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 也许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吧 右派当权之时 由他们来公开吧 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 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 但是这样一做 他们就要倒霉了 中国从1911年 皇帝被打倒以后 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 最长的不过20年 蒋介石 人民一造反 他们也倒了 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 收罗了一大批的反动派 由此起家 他一反共 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 那个时候共产党又没有经验 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失了 但这20年中 他从来没有统一过 国共两党的战争 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 中日战争 最后是四年大内战 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 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 很可能是短命的 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 是不会容忍的 那是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 左派则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 将右派打倒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有些地区 例如北京市 根深蒂固 一朝富王 有些机关 例如北大清华 盘根错节 倾刻瓦解 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 他们失败就越惨 左派就越起劲 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 右派 左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 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 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 一写就很长 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1966年7月8日 周恩来在1972年5月21日的讲话中 介绍了这封信 主席写这封信是1966年7月8日 在武汉写的 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汉 那时见了个外宾 我跟主席报告 我到国外访问 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 主席要我留一天 第二天上午见主席 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 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 是一个底子 那个字是徐叶夫同志抄的 有些字还抄错了 主席还改了 那个信可写得深刻 现在大家想想看 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 主席说七八年后 结果六年就出了这个事了 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 江青在批林整风 华东组和中南组会上的讲话里 也说毛主席对林彪有英灵的预见 历史学家陈小雅对这封信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 却曾经有过给江青的一封信 但这封信不是1972年发表的那封 1972年的信是夫妻合谋 演出一场三年早知道 华裔澳大利亚历史学者孙万国考证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发生以后 为了掩盖他对林彪的误判误用 不惜篡改六年前的原信 把原来的反思 乔装为事先的洞察 马后炮成了先见之明 不管1972年公开出来的信 是否有过改动 毛泽东对不是中央领导人的江青 谈论如此重大的问题 可见毛泽东在政治上 对江青何等信任 家事国事不分 是历代专制者的通力 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中间 毛单独找周谈话 让周在大会上围绕建党前 党内六次路线斗争的问题 做一个发言 这是让周检查自己 在这六次路线错误中的责任 从1927年以后 中共内部的国际派 周恩来 王明 李立三等 官室通常只说王明 实际 周的作用不小于王明 和地方派以毛为首 在关键时刻都有不同的主张 国际派模仿俄国城市革命的道路 造成一次又一次的大失败 中央机关在上海无法生存 只好转移到地方派建立的中央苏区 周恩来从上海到中央苏区 接管了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 在军事问题上 周恩来继续遵循国际派的进攻路线 目标从村寨转向城市 如赫州 结果失败 1932年10月 营都会议 批毛 迫使毛离开军队 国际派的作为 使得白区党垮了百分之百 苏区党垮了百分之九十 不得不长征 实际就是逃亡 延安整风的时候 对国际派进行了清算 周恩来彻底臣服 在以后的关键时刻 毛就用这段历史来敲打周恩来 成了毛控制周的紧箍咒 现在 毛又念紧箍咒了 毛又念紧箍咒的目的何在 是让周检讨后 放下历史包袱好接班 还是毁周的形象 不让他接班 此时周的身体状况 比毛好得多 清末 慈禧和光绪搞生命竞赛 如果光绪在慈禧死去之后 再活几年 中国有可能实现君主立宪 林彪事件结束以后 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进行了生命竞赛 毛行动困难 大部分时间在床上 除了接见外宾 连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也很少见 也极少主持会议 约人谈话 服药 吃饭 睡觉 看书 听读和圈阅文件 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 周恩来比毛泽东小四岁半 无论是年龄还是健康状况 周恩来都占优势 胜者为王 周恩来有可能接班 天有不测风云 1972年5月12日 在对周恩来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 发现了四个红细胞 5月18日 津津两地的泌尿外科临床及病理学专家意见惠总 对周恩来患有膀胱疑型上皮细胞癌的诊断意见完全一致 治疗小组向党中央写了一份书面的报告 提出应及早争取治疗 如果及早治疗 有80%到90%的治愈率 为什么没有及时治疗呢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 周恩来工作太忙 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张佐良没有说 按照中共中央保健制度规定 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人的治疗方案 必须经毛批准才能实施 毛泽东对周恩来治疗小组 给党中央的书面报告是怎样的态度呢 他通过汪东兴向治疗小组传达了四点指示 第一 要保密 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 第二 不要检查 第三 不要开刀 第四 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由于耽误了最佳治疗期 病情发展很快 身患癌症的周恩来 还得奉命检查历史错误 1972年5月29日到6月7日 他起草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提纲 他写的脸都浮肿了 两腿肿到膝盖以上 连鞋都穿不上了 6月7日 周江所写的提纲送毛审阅 并复信说 两次在主席处听到了片岩之字 关于路线的教训 我更急于要写出出稿 毛圈阅了提纲和复信 6月9日 周修改补充了这个报告提纲 形成了二稿 次日将此稿送给了中央政治局成员月 6月10日到12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连续三个晚上 周恩来做了 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 在讲述党的历史之后表示 这两次路线错误 要是没有毛主席的成前毕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长期挽救我 教育我 给我以补过赎罪的机会 我何以能有今日 所以我每每回想历史教训 常感到补过之日无多 我入党50年 没有离开党的队伍 经过长期的复杂而又激烈的党内外 国内外的阶级斗争 和革命战争的考验 我还在为党工作 继续坚持对敌斗争 年老了也还有些革命朝气 又说 这些年我常说 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做到老 学到老 改造到老 但做起来也并不容易 周恩来还在发言的末尾声明 我觉得由我来谈前六次路线斗争 更着重说说 对我自己犯过的路线错误的 个人认识 却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 我一直而且永远认为 不能掌舵 只能当助手 你们了解我历史上的错误后 就会破除迷信 你们有权利要求我改好 如果还改不好 而犯错误又大 你们有权利让中央讨论 轻则警告 重则撤职 这是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党的正常生活 毛远新说 这是毛主席让周奖的 周奖两次亡命路线 他都犯了错误 1972年6月23日 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会议上 周恩来做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的灯载 所谓五豪启示的真相 报告 对1932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五豪事件的情况 做了详细说明 还讲述了1967年5月19日 就此事专门写信给毛主席的报告 公布了毛1968年1月16日 为此写的批示 并在会上宣布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决定 会后将把录音报告 录音记录稿 以及其他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馆 并且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存档 为什么周恩来对自己在路线斗争中的错误 和所谓五豪启示如此认真 也许是他深知自己所处的地位的危险 为了减少毛对他的疑虑 他不得不这样做 也许是他将登大位之前 向全党表明自己的清白 如果毛在他之前试试 他必登大位 他必登大位 你不用了 你不用了 譬如同 许是他隐忍的